吃木拿带着毒药回到轩渊丘 见到副将挨汤 把几包药拿出来 又说明用药的办法 挨汤人说 嗯 吃油地 高明 好 赶快派人打探 轩渊羊马场的场所 就这样 派出几包探子 找了两天也没有找到 喂马的地方 后来有人说 这羊马场在云烟宫附近 探子想过去吧 见盘查挺严 不得不返回轩渊丘 见到吃木拿说 没打定出来 看捅 吃木拿急了 这么点事都办不好 挨汤说得了将军 你也别争气了 这些当兵的害怕轩渊兵 遇到特殊情况 不知道怎么办好 我听说羊马场不是一个地方 这么晚 我亲自带几个弟兄 揣着毒药 我过去偷毒 吃木拿点头说 也只好如此了 就这样 挨汤带了三个精灵强干的士兵 乔装改办成老百姓 潜入云烟宫附近 到这一看 所有的要道都有港哨 便在一个港坡处 平起来 他四下张罢 看看有没有别的途径 他正在着急呢 突然 就听坡下边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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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缓地来了一辆装满草料的车辆 那个年头啊 还真就是 轩辕发明了车 木头咕噜的 有一个人呢 在这拉着 因为上波很吃力 拉扯的汉子气喘吁吁的 挨汤灵机一动 走了过去 哎 老兄 先会儿再走吧 累不累呀 拉扯的汉子停下来擦擦汗 不累不累 洋马庄还等着用草喂马呢 我走了 别去别去 我们帮帮忙 快快快 来 帮着这位老兄推着车子 立胎上去推车 挨汤趁机把毒药粉撒在了草料里 嘴里还问着 老兄啊 这草往哪送啊 啊 我们那有洋马庄 往那送 哦 洋马庄在哪 哎呀 我们有三个呢 还有 东边的 西边的 谢谢你们啊 不用谢 不用谢 等上了坡 挨汤等人悄悄离去 他们还在下边等着 就这样 连过了四辆车 他们撒了四包毒药粉 挨汤奸诈的一笑 走 悄悄的溜回去 几天之后 可了不得了 三个洋马庄先后都有几匹马定到 而且每天都有几匹马染病 这马不吃不喝 不停的排泄 拉得站不起来了 武定不懂啊 人们刚刚懂得逊马 哪知道马怎么了 拿着鞭子 叭叭的抽 怎么抽这马也 不站起来 急他没办法 又请陌木 陌木 你看看 这马又不听话了 怎么打也不站起来 都在这躺着 这怎么了 陌木 打死他也站不起来 哎呀 陌木 哭了 为什么 心疼啊 他看这匹马 真像自己孩子一样 武定还得劝他 陌木 你别哭啊 这马得了什么病 能治吗 我哪知道啊 你们怎么会的 不怪我们 不怪你们 怪谁啊 那你看看怎么办 我也没见过 得找人治病 谁行啊 嗯 马尸黄啊 啊 谁叫马尸黄 哎呀 马尸黄会治 啊 野兽 他说了半天 武定才明白 莫母经常跟野兽打交道 野兽受了伤 有了病 莫母着急怎么办 有一个人叫马尸黄 拿现在话说是兽医 这个人能治 那你说马尸黄在哪 我哪知道啊 以前在那地方谁都搬哪去了 哎我天啊 他赶紧找人问 后来常伯 告诉武定 马尸黄啊 原来住在云蒙山北边的山环里 现在不知道在不在那住 武定听完赶紧牵出一匹好马 飞身上马抽了一鞭子 打马如飞 去找马尸黄 等到了山环一打听啊 嗨 两年前马尸黄就搬走了 听说迁到随水河畔 武定听完 吊转马头飞野寺的奔随水河跑去 随水河有六十里长 武定到这才后悔 自己没有打听清楚 马尸黄具体住在哪 无奈从河的驾游一直往上寻找 最后在上游拐弯的一块沙滩地 找到了马尸黄 马尸黄认识武定 武定啊 你找我干什么 你快走吧 是这么这么回事情 我们的马定了 快走 哎 好 边跨上药楼 随他赶奔杨马庄 到了杨马庄 李远都闻着这气味太难闻了 说杨马场本身有味 不 这个气味特别怪 特别冲 马尸黄赶紧来到里边 看看 看看地下躺着的马 马水上沾着档物摸摸马身上 看看马蛇 武定啊 你这马是中毒了 是吃了毒草中毒 这种毒药很厉害 一匹马病倒会传染 另一匹 如果救的不及时 这一窝子马 全得死 啊 这么厉害 你有办法没有 试试吧 说着 从药楼里 捡出几样草药 让当兵的拿着草药 做样子到山上去采 不到半天 采了好几捆药 什么药 我也不知道 反正能解毒 把这草药在河里洗干净 用石锅熬好 晾凉了 把马嘴撬开 给过下去 一匹一匹的给喝 整忙一天一宿 马世光又让人 把马的粪殿清理深埋 又把现存的草料烧掉 要喂新的饲料 就这样 几天以后 马的病好了 能站起来了 吃草料了 哎呀 武定 这才放心了 轩原比他还着急呢 这些马世光的命根子 听说病倒了 他是坐过不安 寝室不宁 每天派人打听病情 今天默默报信 马世光治好了病马 轩原的心才 赫然开朗 要准备一桌韭菜 请马世光过来做客 马世光往这一坐 轩原激动的说 多谢你治好了病马 你看 这马是怎么得的病 是水土不服 还是饲养的不好呢 马世光 黄黄脑袋 不是 病葱口入 这些病马 是吃了有毒的草料 才病早的 草料里 是不是有人 故意给下的药呢 你应该查一查 啊 轩原一听 吃了一惊 下毒 不能啊 谁能这么干呢 我们辛辛苦苦 从两千多里地外 赶来的野马 驯服成两马 谁这么大胆子 就在这儿 武定气呼呼呼地跑进来 处长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吃油 派人在马料里下的毒药 你说这话有证据吗 有 我派人查清楚了 我把 看马的 拉草料的 饲养人员 和冰冰都找来了 大家听说马病了 都急坏了 叫他们想一想 谁放里头 放什么东西了 是不是错放了 别的草料了 大家想了半天 有一个拉草料的人说 前几天呢 他拉车上坡 看那四个陌生人 帮助他拉车 等到了坡上 他想谢谢人家 那四个人不见了 当时没在意 现在想起来 这四个人 形迹可疑 说话 是外地人 才问我 有几个羊马的地方 我派人 查这四个人 怎么查也没查出来 可能是 吃油派的人 下毒 要毒死我们的宝马 马世皇说 这就对了 是有人故意的下毒 哎呀 可得小心啊 轩辕一听时 又怕又恨 要不是马世皇 及时赶到 这些两马就全完了 恨的是吃油 又来捣乱 马世皇 你立了大功了 你别走了 我想请你 做一马官 把你的家眷接来 吃的用的穿的 全由部落供给 你留下他 马世皇 见轩辕 很诚恳 点头答应 饭后的回去 搬家不提 再说轩辕 心里急躁 吃油的人 抢我们的粮食 下毒药 害我的战马 真是叫人 忍无可忍 怎么办呢 天色一晚 他没有回后宅 是在自己办公的屋子 躺下了 可是睡不着啊 心里有事啊 翻来覆去的想事 想什么呢 想起当年和吃油 交战 九战 九败的情景 历历在目 老父亲惨死 浮在眼前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突然 外边有人小声呼叫 轩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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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睡觉啊 啊 轩辕听着 谁叫我 又没了声音 一会儿好像又有人说话 声音不大 听得清清楚楚 轩辕 还在做梦啊 我等你呢 熊云吓了一跳 翻身蹭就坐起来 外边有人 他急忙 推开门 出了窑洞 往门前看看 门外没人 此时月照中天 大地生辉 树影托撒 门口没有人 猛来发现 左边的石头上 好像站着个人 冲他点点手 意思说 你过来 谁呢 轩辕动作敏捷 蹭蹭蹭 几步就来到 岩石下 哪知道那个人的 身形也挺快 他又点点手 意思说 跟我来 然后一转身 从一块岩石蹭 跳到另块岩石 哎呀 真是身轻如燕 轩辕在后边 紧紧的跟着 那个人 对这里 每块石头 每条路 都那么熟悉 比轩辕还熟呢 三拐两拐 很快 来到九龙潭 边上一个地方 指住脚步 这是一棵 大树下 轩辕 盗窃进 拢足眼神 仔细看 嗯 不由得 肃然起进 这是一位 脱顶 银须的老翁 白胡须 挺长挺长 到了腹部 上身穿的衣服 轩辕从来没见过 是灰白色的 长衣服 盖到膝盖 腰中紧记 带着脚下 穿着皮靴 这靴子 大得出了号了 什么皮靴 是野牛皮 缝制的大鞋 在那个年代 这是最先进的 腰里头 也不知道挂着什么 微微一动 才叮当在响 手里 煮着 藤条 鬼罩 大分的头 长过脸 满脸 核桃纹 眯缝着眼睛 夜风徐来 人须飘洒 飘飘燃燃 好像老神仙 轩辕 急忙失礼 老人家 不知您是哪位神仙 叫我有何指教 也许老人说话 声音不大 可十分入耳 轩辕哪 我不是神仙 我是这里的主人 啊 啊 轩辕更吃惊了 西洋你是这里主人 那 那我是谁啊 我来这好久了 呃 老人家 您是 你啊 不用吃惊 我知道你想什么 你觉得你住在这 这就是你家了吗 呵呵 我在这住了几十年 看着这里一草一木 一滴水 一块石 你来到这里 没看出来这里有人居住 有人雕琢吗 哦 轩辕点点头 那么说 我们来打扰您了 老人家 不好意思 我们占了你的家 你上哪去了 您从哪来的 老人说 不用管我从哪里来 住在哪 你的一举一动 我都看见了 嗯 轩辕 你为人谦和 天资聪慧 开荒重粮 发明造船舟 为您造福 发明弓箭 训练马队 可占持油 你是华夏的好汉 你是百姓的领袖 现在 时机已到 你应该造宫殿举大旗 称帝在 云延宫 啊 这番话如同惊雷一样 轩辕就折着脑袋 嗡的一声 什么 称帝在云延宫 不不不 老人家 您这是什么意思 就和老人转身要走 老神仙 请留步 您别走 这里山清水秀 环境优雅 您不要弃之而去 还是留此居住为豪 轩辕 早晚请教 如果我们打扰您 我们可以搬走 老翁听了 摇摇头说 这里并非是我九居之地 得有福之人 看 云延宫 天造地设 鬼府神宫 实为一座自然构筑的城池 应该是胸怀大志 安邦 并国者居住 您应该举大骑消灭 吃油 天助你 成功 说完 他转身要走 行行说 老人家 慢走 嗯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我还有很多事 我没明白呀 您等等 不用你太明白了 最后我送你 八个字 立功称帝 广招 英贤 说完 老人 飘然而去 轩辕站到这 半天没明白 他说八个字 八个字什么 立功称帝 广招 英贤 立功称帝 广招 英贤 也不是他站了多长时间 大红和长仙来了 站在他身后 他不知道 俩一看 酋长这是怎么了 站了多半久了 嘴里念叨什么呢 两个人仔细一听啊 就听 轩辕在嗓子里咕噜 立功称帝 广胜一些 立功称帝 听清楚了 大红和长仙 异常兴奋 对呀 酋长 我们早就说 该立功称帝 你就是不同意 这回你同意了 就这么办了 你们干什么 哎 刚才你不说吗 立功称帝吗 咱们挑起大旗 你就是皇帝啊 其实 我们早就拥戴你当皇帝 就是你不同意 这回啊 就这么定了 哦 这回轩辕回过神了 看看大红 看看长仙 又想到 刚才 延须老翁说的话 此时天光放亮 轩辕也觉得 实际成熟 睡意全无 拉着两个人 来到屋里 长仙 大红 我跟你说 半夜里有这么这么回事 是上天派来神仙 点话 叫我们立功称帝 广招英贤 你们看 行吗 你们两个 是拥戴我父亲的 是我父亲手下的得力带将 现在 在我身旁 我也全靠你们了 你们说 怎么办 长仙说 我们早就拥护你啊 你现在是一个部落首领 是个酋长 家都没了 无法号令天下 周围各个部落成了散沙 集中不起来 石油菜横行天下 如果你称帝 可以号令天下 以众人之力 带队伍 蒸沙吃油 收复家乡 嗯 轩辕这回下决心了 好 就这么办 可是 怎么称帝啊 成仙说 刚才你嘴里不嘟呢吗 说老神仙说 立功称帝吗 立功 立功 那就是建造宫殿呗 是这么个事吗 不要紧 咱们找几个年长之人 跟他们商量商量 随后找了十多个 又请来了 雷祖的父亲 西陵氏 这西陵氏 是轩辕岳父 又是老师 精多见广 请来之后 把称帝氏一说 西陵乐的 老泪纵横 轩辕啊 你早该如此 先要建造 宫大的宫殿 竖起大旗 以皇帝的身份 告示天下 让神明大义的部落 都会相继归府 英雄豪杰 英雄豪杰会主动投奔 到那阵儿 咱的势力可就大了 就可以带兵 会战吃油 宣言员叫大家说的非常兴奋 谢谢大家的厚爱 好 准备建筑宫殿 那位听众问了 长居长者是神仙吗 我们说的不是神话 当然不是 是人 是谁呢 这是高人 后文我自有交代 咱们再说云言宫 经过几天的准备 宫的对岸高台处 立了一面 秀到龙行图案的大旗 大旗在空中漂白 云阳宫内 人来人往 川流不虚 有的抬木料 有的抬石块 有的抬水 大红按照轩缘的要求 不停的指挥着人们 建造宫殿 三等宫殿一建成 轩缘就可以撑地 轩缘正在看着奔波的人流 突然西陵市找到进权 轩缘啊 你要撑地 还忘了一件大事 不停的 我把这就会做到 给他去 一件大事 你们看着 年轻人 都只会 写什么 在垃圾远 证图案 我